小董事實上的照片 初詞作曲 男子录音 前輩作曲 男子录音 這個臺灣的音樂家 四人會大的基者會 很簡單來說 就是說 我們這群音樂家也好 詩人文學家也好 我感覺通常在這個媒體記者的 特別是黃金檔 台灣的祖曲家 台灣的詩人 真的都沒分 可以說這個重要的媒體 如果我們說到這個 網銷家這樣 一家九個月的府庭 他收到台灣錢 人民稅金錢 收到兩億三千幾萬 收到這個事情 我們幾次來全會這樣 現在 我在這裡跟大家介紹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 不是常常說整百來全會 可能是我們這群音樂家計師家 是人 代表台灣文化的這個 潛在的力量 我們現在可能是 會這種 在要爆發的火山 不是說只躲一天氣這樣 這實在是 自歷史以來 非常憲民 非常不公平 完全 我們 大分一百才來在 消滅我們這個 台灣人 對土地 對文化 一分 真 真 真 單純 真 親 好的感情 你手上提的這個思理 我告訴你 大家說是翹齊大拇指 這不是台灣藝術而已 這是世界藝術 你們回去聽羅惠真老師的努格音 真的 這是 可以比美任何 大藝術家大演奏家 演奏家的一個歌唱 我們用一天的時間 我個人用差不多幾百萬的 我們 用這個思理 這麼完整的呈現出來 我們聯邦民 老師 他就是我們這個思理裡面 五湯陷台灣的 這個做廚師人 朗惠真老師在唱他的歌 你真的會老面子 所以稍等一下我們來聽他念一下 思理裡面的南高音就是我本人 你如果回去聽看看 我唱出來的歌 如果是他 台灣的 這些民歌 或是說他 我在唱 德國的歌 差不多 可以比美 Pavarotti 這世界最出名的南高音樂的那個 能量 我的聲音 可以說很漂亮 可以比美 Pavarotti 我的聲量 我50公斤 Pavarotti是150公斤 你們比較看差不多 這份系列在裡面 表示我們 這個 有一個很大的理想 我們過去 台灣人的聲音 給 國民黨百分之九十 控制的國民黨 給我們吃了 我們對這個脫地 聽受的聲音 我們這個理想就是 就是說 我們要講 雕音 國的文化 待一遍我們的家庭 因為我們現在社會方向 到賣的 那基本問題就是 出於那個教育的問題 所以我們很廢大 就是說 台灣的聲音 百分之九十五 讓人吃掉 那要壟斷這個媒體的 那是大巨獸 我覺得 不是 只有大巨獸 那是西台灣學 精學的魔鬼 還有 第二 你如果看我這個西里 後邊那個 莊雅肥 這我三歲半的 學生 十二歲我送去這國 他現在是 排名全世界 鋼琴家 No.1 我跟他說 是No.1 你就知道說 我們 台灣人的 潛在的能力 我們在精神上的能量 有夠大 但是我們今天 聲音沒有的是 公廟 吞大 公廟 所以我在這裡 告訴大家 莊雅肥 是怎樣 我跟他說 他是世界No.1 第一位鋼琴家 因為 現在 世界最出名的 鋼琴 音樂 連續三個位 就是在這個 入耳區 入耳區 本來就是一個 控局 他現在改造文化局 全世界的所有 頂級的鋼琴家 都在演奏 可是自 三年來 莊雅肥的作品 每一年 都出了 連續三年 都是出了他的專輯 任何大作曲家 大演奏家 都沒有在這個場合裡頭 出一個專輯 他是我們 撒子堡 這個大師班的 這個最年輕的教授 亞洲人的第一位 他三十幾歲 就爬到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今天 台灣人 本著這個台灣心 世界情 我們要把台灣文化 公然的 把台灣的意識 台灣作曲家 台灣文化 帶到世界的舞台上 這是我們的理想 另外一個理想 我們把台灣的 搖子歌文化 另外一個CD就是台灣的搖子歌文化 另外一個CD就是台灣的搖子歌文化 我們把最正面的 最有價值的教育 帶到我們的家庭 恢復恢復到我們原本 這個純樸的家庭 在黃金黨就是應該 抱我們這個 真正文化的精 精彩的作品 那麼我們來影響我們新的一代 過這個理想啊 我們希望社會能夠支持我們這個台灣心跟世界情 我們希望能夠募一點款 來支持我們的這麼好的音樂家 詩人作曲家的作品 拿到國際唱戲活動 作品贈送給我們這個台灣的家庭 使他們的小朋友能夠 好好的聽我們的搖籃歌 聽到羅慧珍老師的歌聲 有的人說他真的是感動了流下眼淚 那麼我們今天很謝謝大家 我希望我們已經到現在 我們已經贈送了將近五千份 其中有三千份是給小英教育基金會 那麼我們希望把正面好的 教育的作品 我們流淘到我們的家庭 我們在這個面子 英章兄 真正會大 我在這個面子 羅慧珍老師 我真早以前就聽他的歌聲 很文優的 我真早以前聽過一首 叫做夢中的羅萬石 很羅萬地克 他唱得很漂亮 這首我不好意思 詩詩就是現在站在這麼多人 就是我 就是我誰 我剛才英章兄他一直說一首 或是吳唐嚴台灣 可能有的人知道這首詩 已經八千年我發表的時候 雖然那時候很多都 全台灣很多報章都看 都有 二十四的 他們就用這首詩來做劇 但是不太久 因為我的身份 和我的詩詩 標達要愛台灣 但是那時候大家 如果有印象你知道 那當時的國民黨政府 他們幾十年來的政策就是要壓折台灣 要發揚中國 一直散佈 一種意識 說叫做 台灣的前途在中國 什麼 立足台灣要放眼中國 不然就是心懷大陸 都一直說這一直說這 幾十年來 我們的教育 都沒有教台灣的這個本土 沒辦法 這種是全世界 人全世界都最強是 我們自己的本土 這個東西 要先讓我們的 我們的佩生 我們的怕怕神神 大家先學習 但是 我來 把我們市民政權 不是這樣 他是要壓折我們的本土 醫生 這種情形的事 我先來寫一首 吳唐嚴台湾 這個路醫生老師說 我又沒聽過 我們也愛 是嗎 我們也愛祖先 請你吳唐嚴台湾 土地雖然有腳的 爸爸的肝 阿婆的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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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這首是 那時候出來 吳 阿 在台灣本土 台湾是要封鎖的 台湾是這樣 補爪 一直勾一步 過之後 連勞 政府開始封鎖 一直到兩年後 應該說是 兩年後 再加一年後 我去美國 去演講的時候 遇到 蕭泰人 他們家 想說 詩詩跟詩卿 這兩人 沒有意中 在美國上方 這在美國 當中 還來演唱 唱 之後 在美國的所有的台灣人 聽到 大家都 老百姓 都拿手勁去唱 從那裡以後 才開始 美國跟我們的 台南美酒 從外國 在世界歐洲 大家都在唱 才唱回台灣 跟一九九一年才改金 在進行 一段時間 三四年的時間 我的名 是被封鎖的 說不能點 台湾媒體 跟電視出現 以前 以前我是 差不多 大家一周都在報索 都在大部發表 發表作品 但是一九八千年以後 就沒辦法了 和一九九一年以後 才改金 我 現在 過去也有很拼 很多很拼 去給雜金 也有本書 給雜金 以前 在擠局 白一本我的擠 一本說要 發三千塊 不過 那就是 一九八八年 八千年的事情 當然 我們台灣人過去幾十年 這個 犧牲奉獻 打拚 現在 吳川雄台灣 有在國民學校 國中 的 課本 裡面 應該課本 收入裡面 我很高興說 就是參與這個 CD的製作 那我自己在十年前 因為生了小孩之後 我就把大部分的工作都辭了 就是專心帶小孩 那今年九月呢 就是當林老師邀我參加這個CD的製作的時候 我是非常高興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說 對於我的孩子來說 我希望他能得到一個非常 就是 好的一個 希望社會有一個好的環境 然後來 來就是說 就是 不是我自己把我自己的孩子教好就好了 而是整個社會都要有這個環境 可以讓他生長這樣子 然後等到我 等到後來 我接觸到林福玉老師的曲子 蕭菜楊老師的曲子之後 然後有一些音 我甚至還要回去問我媽媽 讓我媽媽一句一句的教我 然後讓他這個 講起來會很道地這樣子 那我後來慢慢的也發覺 台語藝術歌曲的美 那我一直都是在學習 德語的和法語的藝術歌曲 然後我是從 德語和法語的藝術歌曲的 學習的方法 就是還有詮釋的方法 來詮釋台語的藝術歌曲 然後在這個當中呢 我感受到了台灣詩的美 美麗 台語的C 美麗 然後雖然很多東西 就經過很多的練習 可是在這個過程 我就覺得是很珍貴的這樣子 那這個CD裡面的表現 希望大家喜歡 然後我很高興參與這個CD的製作 我在我是五年級生 然後我小時候學校是禁止講國語 禁止講台語的 一定要講國語 不然我就罰錢這樣 那所以 以至於我現在講台語 不是很冷當 然後等我成長之後呢 我開始把我媽媽學我媽媽的話 開始學自己的母語 但是現在 現在 現在也不是說得很好 但是既就在這個過程 我自己覺得 這個才是我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我是一個媽媽 我覺得看到最近這幾年的 台灣一直都在往下面走 甚至 就是看了心裡會很著急這樣 然後還有我們的核能的那種政策 一直不斷的就是 就是台灣一直在危險當中這樣 那希望就是從文化開始慢慢的 希望台灣可以再更好 我來介紹 我們要來另外一位四人 一個好朋友四人 木族 墨宇 墨宇 墨宇先生 他來本土 站在本土立場的 很有名的四人 我們請他講幾句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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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下 現場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在 張阿波接到 雙面的電話 他說這裡有一個外棟 他說這個外棟 要有東西 我入市時 有什麼東西出來 我想想 其實我前幾 兩年前 我出一本主 一本市場 我本身是 離開時間的人 近前是 主編 最近才離開 離開 但是我一直站在本土立場 在前幾年 我寫一本市集 法律的市集 我做革命軍 這 裡面的內容 我站在 一個 市民的館長 對 罵政大陸 種種的 行為 種種的 做法 當然有感覺 不適當的 在這個立場上 我看種種的 一些館長出來 我 主要是說 一個 應該是說一個 文學的 書條 打打主義 我 有幾個 有幾個 用打打主義的 某某政府之下 我稍微念一下 打打主義下 虛擬國家 的庶民 庶 是 沒有草字頭的 甘蔗的庶民 還有另外一個是 被庶的庶 庶民 一橫線 庶民 虎蝕會 這是其中的一集 另外一集是 打打主義下 虛擬國家的政壇顯影 我懂這個 打打主義的意思 在西方 差不多一百年前 發動這個 打打主義 打打主義 所以 簡單說一下 這兩集 是法律裡面 馬的意思 兒童的語言 我正馬 打打打打 那種聲音 打打主義 他那時候 法律這個書條 他就是 在日子彈出來 用這個打打主義來 標示他們 對反戰 對於一個 進行的一些 藝術的書條 做一個 有點反叛的性質 性質 我把這 這書條 名稱刷過來 當然還是 有多少 有點這個含義在裡面 打打主義下 這個 這個馬的政府之下 國家的行營 是怎麼樣的 而且我每一陣 都得 莫拉克台風 南北那種狀況 北方跟南方 以台灣來講 北方跟南方 有種種的 南方是在受災 北方呢 是在 賢慶歡樂 那種情景 我做一個 簡單的一個描述 用國際方式 表達出來 我簡單說就是 這種情形 差不多幾年前 罵九台後 對 台灣一些措施 包括 他的政權 他的臺民的官員 一些 對我們人民的官法 要聽到什麼 我做個事 的方式 表達出來 我簡單說 介紹以前的 謝謝 我想最近大家已經 在這個社會裡面 有感覺出來 全無多久 勞工出來 等級人 出來 另外一群勞工 出來 三幾九百這樣 很難可憐 後面大家 瞎著地 愛著 學生孩子 出來 反對媒體的隆斷 接下來 這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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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 要有一個 會大的大遊行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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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他多少給他留一個,那要出來,市委,要出來亂 就是說,這些反對現在的政管的已經都要出來,大家都被打了 跟本來支持的政管的被打了,還要出來 標示這個政革社會是共同要崩潰 我想說今天我們台灣人勉弁的就是一個這種的現象 這是一個,一般來說,在全世界或是人的歷史裡面 在裡面是一個革命的前兆,就是說要進行發生的一個政調 一個社會已經到要崩潰的地步 我想為什麼會這樣,今天聽這些人說出來,我想我們可以了解 台灣人今天在這個地方,讓一般外來的獵奪者 這我還沒修路士說的,外來的獵奪者來這個地方 北施壓迫我們台灣人,北斷我們台灣人的政治管理 不是說只有政治上,北斷我們的政治管理而已 經濟上,你看看退府會 退府會那些人,自己去設一大堆公司 他們從軍方退後後,就都去做那些公司的當事務長 大家在那裡吃到肥爛爛 讓台灣山頂西蘭山頂,那些神務,一大堆的神務 農宗去讓他們併奪退府會 把你賠到北斷不齊的名字 一張給這個關公或什麼,王昭金或什麼 跟我們台灣農宗無關 那是我們台灣幾千年的手 農宗併奏 所以這就是,就是說 政治上北斷我們台灣人的政治管理 經濟上北施我們台灣人 今天不但這樣,我想今天在這製作看出來 文化上在壓迫我們台灣的文化 用一些無金的名字 他們說中國文化實際上現在中國 金本也沒有影響的名字 他們用一個無金,就說他們自己去兇兇換兇的名字 台灣人當然是會大,大家人都會大 我想這個會大,大家一定要表達出來 現代的社會,我們就要加會大 加清楚我們的管理 這樣比較有法度的地方 用這百會,把它燒到給他們走無路 燒到給這些劣奪者,大家都做無威奪去 讓他們併奪不成這個劣奪者 林博士有說,讓台灣壓制台灣的政府 壓制我們台灣的文化 台灣的政府就是壓制台灣本獨的文化 這個自從我看所有的記者 大概有記憶以來 這些就是我們政府在幹的事情 其實台灣是一個全世界的南島語系 南島語系的發源地 台灣的文化其實比中國發展的還要早 只是台灣我們的原住民的祖先沒有文字而已 沒有文字 你們大概都聽過 中國人是講謊話講一百遍就變成真理 他說台灣是他不可分割的固有領土 對全世界扯謊 他認為他講一百遍一萬遍就變成真理 你們都聽過 鄭和下西洋把中國的玉帶到南洋去 對不對,有沒有人聽過 你們歷史上聽過吧,年輕人 其實現在才發現 在南洋所有的玉 85%以上是台灣的豐田玉 你們去查 在考古學通通講得清清楚楚 可是中國人講 只有中國人有文化 台灣是盲荒之地沒有文化 其實原住民的歌謠 你們都知道 全世界最好聽的歌就在這裡 所以我到美國去念歌曲 每一次當我開音樂會的時候 掌聲最多的是台灣的歌謠 經過幾次音樂會以後 我放棄唱西洋的歌曲 為什麼? 我們是台灣的人 我們流的血是台灣的血 為什麼我們這麼好的歌曲 我們不唱 要去唱別人的歌曲 你唱義大利歌 你唱 Sueber, Schumann, Leader Chen Opera, Aria 有什麼意義我不知道 台灣的文化比中國 尤其是音樂 中國是一個沒有音樂的民主 你們自己去翻書 你們都知道 所謂的音樂家就叫做雕蟲小記 他們根本不注重音樂 為什麼我不知道 我不能批評 可是我知道 中國是沒有音樂的民族 那我們的音樂 我們的資源有這麼好 我們自己為什麼不發揚 我搞不懂 馬英九一心向著中國 他其實不是Bumbler 我們都看錯了 馬英九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很陰險 聰明 可是很陰險 他也不會感恩 台灣養他 遇他 讓他在台灣這個土地生長 他一輩子兩歲來到台灣 當喬生 當到他當總統 台灣話還是講不好 為什麼 他要消滅台灣的文化 讓台灣人變成沒有文化的民族 一個民族 只要文化被消滅 這個民族自然就會被消滅 我們都知道 台灣的血 85% 你是台灣生長的 你血管流的85%的血液 就是台灣平埔族的血液 血液 可是台灣平埔族 現在在哪裡 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文化被消滅 所以我非常欽佩 像羅教授 林博士他們 為了台灣的歌謠 為了台灣的文化 在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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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廣 這是台灣最可貴的一群文化家 文化工作者 那我在這裡除了 至少我最高敬意之外 我希望說 我們媒體多多報導一下 台灣文化的漂亮在哪裡 台灣歌謠的漂亮在哪裡 我們讓我們小孩知道我們的文化 知道我們的羹在哪裡 謝謝各位